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油 今天是个大风天 今天天气特别好 今天早上起来 出来跑跑步 我们也测试一下我这个小相机 就看看我这个小相机的防抖功能到底怎么样 这个相机按道理说防抖功能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属于是那种运动型的相机 我拍好多人就放在那个自行车上 架在前面拍 有些人玩那种极限运动 也拿这个拍 就防抖性非常高 我一会拍完以后我们看看这个跑步的时候 这个晃 晃得到底有多厉害 可能就是这个话筒可能够呛 因为今天风比较大 它路进去的话声音可能会呼呼的 哎呀 老爷不断练了 然后偶尝跑一下 都喘不过气了 最近啊 就感觉 这个腿有点问题 所以说再不锻炼真的不行了 因为平时就坐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左腿啊 就左大腿这个地方 就大腿跟这个地方 就是有点 脏脏脏的 还有一点点发麻的感觉 哎呀 可能是不是 长时间 坐在那里 然后呢这个 是不是血管不通了 我老婆说是血管不通了 哈哈 因为这种事情呢 很早以前就发生过 我在十几年前吧 十年前大概是 我的腰 然后呢腿 都有过问题 因为原来在国内啊 我是长时间的血做嘛 就是每天啊 都是没日没夜的血 几乎就是除了上下班 就是坐在那儿血东西 所以说 导致呢腰肌老损 然后 就是脚呢还发麻 后来呢也是啊 做了运动 就好了 实际上这些问题 看医生都解决不了 还得自己运动 啊 所以说我看今天 天气非常好啊 所以说就出来跑两圈 看看能不能坚持下去 哎这早上吧 跑跑步 哎我现在一跑完以后 就觉得 全身还真的挺舒服的 尤其是这个 两个腿 那感觉就没那么麻了 啊就是血液可能就更加流畅了 哎呀 所以说现在的人 长期不运动啊 这是这是一个问题 也不能说现在的人 就说我吧 我不知道大家运不运动啊 其实早上起来 就抽个十几二十分钟 出来跑一圈 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但有时候呢就是懒 一看没什么问题了 就坚持不下去了 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担心啊 再这么下去我这个左脚 左腿啊 到时候就真的就 走不了路了 就麻烦了 哎呀 其实这个呢 其实这个呢就是跟 很多人的工作性质都有关系 哦 曾经听朋友说过 就是做IT的 哎他们很多都有这个问题 有一些做IT的朋友 他们都聊起过 腰啊 颈椎啊 啊然后导致这个腿发麻 啊这神经都是相连的吗 可能是 所以说还是要运动 你看这个路上 也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晴空万里的 现在纽约开始冷了 今天的温度好像只有四五度呢 我现在穿着外套 还明显的感觉到有点冷 但是一跑起来还好了就 好吧 再跑一圈啊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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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能只要冷 没有人 没有人 可你 没有人 没有人 可是你 没有人 好了 跑了一圈 跑了二十多分钟 感觉浑身发热了 就说明血液开始 全身开始循环了 原来是血液不循环了 可不就是一天老坐着 血液就循环不畅了 夏天可能还好一点 一到进入冬天了 就更麻烦了 所以说每天早上起来 跑个二十分钟 坚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